我们需要一张鸟看效果图 如果你是乙方 听到这句话的反应会是什么 一张精致的鸟看图 往往代表着细致的建模 超多素材的组合 有时还需要繁杂的后续处理 这也导致了每一张图 背后都有十分庞大的工作量 渲染公司报价通常也在几千块 今年随着AI的爆火 很多人都在尝试使用AI出土 在单一建筑体内上 AI时不发挥还不错 很多小伙伴都可以轻松生成 较为满意的图 但当我们把目标转向 场景更大更复杂的绕看图的时候 AI生成的图片资料 似乎就有些捉襟见走 要么就是生成出来毫无细节 要么就是画面很糊 要么就是乍一看还行 但建筑立面根本生成不出来 光影细节就更不用说了乱作一团 那么现阶段的AI 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 做出一张有模有样的绕看图了 经过大量的尝试 我找到了一些能够生成 高质量绕看图的方法 本期视频的操作 全程使用端脑云平台完成 在这期视频里 我会把这段时间得出的经验 都分享给大家 每一步都是关键 建议大家观看不要跳过 首先是模型的选择 如果你想要简单快速的出图 我会首先推荐你使用 专为建筑设计 或了看图打造的大模型 例如Architecture Remix Urban Realistic 它们一般可以不用夹着罗拉 就可以生成还不错的效果 并且画面风格会比较贴合效果图 如果你想使用像 Realistic V-In Chill-Out Mix 但真实系泛用模型 它们直出的图 就缺少了一些效果图的质感 并且了看的视角了 会有些不太符合 常规的出图视角 所以我建议你可以搭配 一些了看Dora来使用 但是记得注意平衡权重 不然就会出现这样烂掉的图 接着是提示词的书写 关于正向提示词 我们可以先加入基础洗手势 再用翻译插件 将了看图的关键词写上去 如果你觉得细节还不够 可以再补充一些 把控画面细节的关键词 而至于反向关键词 我建议多写一些 也可以通过ChillGPT生成 把那一大段词汇复制进来 如果你是刚入门的小伙伴 不太清楚如何把脑中的想法 去转换成关键词 我这里再教给大家一种方法 在图生图里面 将一张参考图拖进来 用Clip反推成自然语言 然后直接将它复制到正向提示词中 这种方法既快速又贴合自己的想法 并且生成出来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至于图片分辨率 大家都知道底图分辨率越高 生成的效果也就越好 但是一旦超过了模型的分辨率了 生成的图像就会出现错乱 所以在不使用Ctrl-Net的情况下 建议用768的尺寸处组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有些疑问 诶 是说生成鸟看图很难吗 怎么上面这些图质量也还可以呢 如果不能控制形体 运用到我们的设计上 那这些鸟看图也只是途一乐 所以实际要用到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用到Ctrl-Net 但是很多小版会发现 一旦加入了Ctrl-Net 生成的图片质量就会突然变差 刚才生成的细节一下子就没有了 建筑上的线条也Y7-8的 在这里你可能会想到 打开高分面率修复 或者图生图放大 生成一张比较好的底图 但在低重回幅度下了 原本的错误也会放得更大 于是你就得到了一张更高清的大便 我们将重回幅度拉高 发现图片质量也会得到制度飞跃 原本缺失的细节也生成出来了 但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就是画面被改动的幅度很大 很多地方不再忠于Ctrl-Net 当我们拉高了Ctrl-Net的权重 会发现画面细节又变差了 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画面 既能够被控制住 又可以生成一个比较好的效果了 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图片尺寸 在提示词直接生成图片时 如果尺寸过大会导致画面的崩坏 那么如果我们用Ctrl-Net将它控制住了 我们可以大胆一些 直接将图片尺寸突破1020 并且适当地拉高Ctrl-Net的权重 这样就可以在图片被控制住的同时 既能够提高画面的质量 又能保证画面不崩坏 但大多数电脑配置都不足以支撑这一操作 而最近高端系列显卡又传出禁售消息 配信商家疯狂涨价 4090的价格翻了好几倍 如果你想尝试更精致的图像 又苦于电脑配置的限制 那么我强烈建议你 试试最新推出的云平台 端了 我们不需要下载任何软件 在网页上即开即用 并且目前顶配的4090 只需要两毛四一个小时 现在随便这个网吧 都8块10块起步了 要用4090价格还在加倍 如果你害怕云平台体验不好 现在端到云 注册就是用1000的积分免费体验 如果用起来觉得还不错的话 还有各种充值的活动 比如说这个充100送400 托转下来你花100块钱 可以用上千个小时的4090 能做到这个价格 在市面上真的十分良心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说一下 提高CtrlNet比重的一些方式 最简单的就是改变权重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更改CtrlNet的控制模式 而如果你想在此技术上 做更为细致的调整 可以适当的修改SafeG Scale 根据不同的模型和图片 调整方式来都可以多种多样 这里呢就简单的给大家留一个影子 细心的小伙伴可能会发现 刚才直接加大尺寸生成的图片 细节部分比如树这些 有时候可能生成的太多了 不导致画面看起来有点乱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搭配上RAWR 让画面不那么随意 并且适当降低一些 出图过程中提示词的比重 最后呢我们再配合高清放大 就可以得到一张画面精致的高清大图 不知道大家对生成的结果还满意吗 如果你想更加系统的学习AF 进入设计 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课程 大家有疑问或者见解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